9月3日 有女网友发文爆料 德云社余子琪不断出轨 还出轨粉丝 自己平时给她买了很多东西 饿了给她叫外卖 没钱打车给她叫车 甚至充值游戏300块钱都找她要 女粉丝还透露 余子琪曾拿她的隐私照威胁她 对此 女网友称 你但凡敢发我们就橘子里见 我不把你送进去名字倒过来写 总而言之 女网友发子文无非就是为了证明 余子琪是渣男 私生活混乱 吃软饭 那人寻味的是 女网友先是转发了有关加大对视的一人惩处的动态 而且意味深长地加了五个字 学艺先学得 女网友发布的聊天记录显示 两人于去年10月12日在一起 余子琪就提出要冷静期 说她让她分心 出轨的事情暴露后 女网友质问你 溜我的时候怎么不会想到有今天 余子琪便解说 你是第一个见过我妈妈的人 你觉得我一点都不爱你吗 据悉 余子琪于2020年年初加入德云社六队 德云社对弟子们曾有明文规定 不允许跟粉丝私下往来 对此你怎么看呢